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许只是民间的一个奇门 现在都不可考证了 咱们今天要说这个故事呢 在央视曾经报道过类似的这个情况 我都忘了是央视哪个频道 说是山里有个农民念了一段咒语 那蛇呢就会照着他的指示 慢慢的盘阻不动 这样的书呢是有的 我们村啊有一个张老太太 家里就曾经有一本 只要对着动物念一段 哎那动物啊就会静止两分钟 等两分钟过去啊继续活动 这事情啊是听我奶奶给我说的 今天整理出来给大家伙聊聊 那是在六七十年代的冬天 那时候那雪是相当的大呀 隔几天就下一场 而且呢很久都不化 这冬天呢大雪封山就经常有狼下山觅食的 在我们宜蒙山一带啊 这三二里的村民就经常能听到这狼的嚎叫 说一晚上啊基本上都不敢出门 说那一年呢除了狼嚎声以外 河边的枯草堆里啊突然多了一种怪叫 这个村民从来都没听过 跟小孩哭似的 又好像什么东西啊发怒了 最后变成了类似于猫狗的叫声 那时候呢村里啊家家户户都养土狗 这到了晚上啊只要这声音一响 所有的狗啊就开始汪汪汪啊一顿狂叫 有一些闪养的狗还会山五成群的就往那河滩上跑 晚上大伙害怕也不敢去 天亮了这才去瞧瞧 那些跑出去的狗一部分呢不见了踪影 另一部分被咬死了 鲜血淋漓就躺在河边上 那一阵子闹得人心慌慌啊 所有人到了晚上除了把门锁好以外 还把自己家狗啊给他牢牢的拴住 就没想到那东西啊聪明的很 后来开始学母狗叫了 就引在郊外的野狗拼了命的就往那跑 只要这声音一响 那狗啊就跟发了风似的 这家里的狗啊 也会有几只就咬断绳子跑过去的 后来啊就听说啊 那段时间是家家户户吃狗肉 这些狗呢 都是被咬断脖子死的 所以啊 这吃就没事 这一开始啊 大家伙啊还挺高兴的 吃狗肉 时间一长 就有些担心了 再要就这么一直下去 这十里八村的狗都死了 这以后谁开门啊 有了这个孤吏以后 大家伙开始担心起来了 村长说呢 这事要办 必须得办 当天晚上带了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就过去 瞧瞧那是什么东西 果然呢 到了第二天夜里 那个东西啊 就没叫 一连半个来月 也没再出现 这会儿村里人呢 就说安心了 知道那东西啊 不会再来了 也不知道啊 是谁先说的 反正很快啊 就传遍了附近的村子 说那个东西啊 是只豹子 搁山上啊 找不着吃的了 就来村里啊 弄着狗当食物 而那天降服他的 其实啊 没多少人 就只有张老爷子一个人 这张老爷子啊 叫张行 比我爷爷小四岁 就很普通一个老头 也看不出什么过人之处了 他是怎么降服这包子的呢 据传说啊 他就念了一段话 这包子就停住不动了 然后大伙就把他绑了 本想的 天亮以后 大家伙把他分了吃了 没料想那家伙 这劲儿还真挺大 突然挣脱了绳索啊 就咆哮的 向山林而去 那东西啊 是针尖的 知道有人要抓的 从此以后就再也不来了 一船十 十船百啊 到了最后 那编的 有鼻子有眼的 说这张行家里呀 有一本天书 这看了这天书以后啊 上山能擒龙 下海能捉骄 这一家伙呀 小村里可就沸腾了 平日里 就因为这张行家里穷 看不上他 现如今呢 那谁见了他都毕恭毕敬的 冷冷清清的张宅 一下子变得 门庭若市 这其中啊 有不少有故意 打听天书的人 也有就虽是讨好 想捞点便宜的 但都被这老头啊 无情地拒绝了 不管别人怎么问 他始终不肯承认自己 降服了抱着 也不承认家里 有这本咒语的天书 张行对外人呢 那是绝口不提 却唯独啊 让我爷爷 就见到他这个独门宝贝了 我爷爷呢 喜欢种菜 吃不完呢 就拉到大集上去卖 可以多换俩钱 这一年呢 这大白菜就丰收了 张行家里也堆了不少 于是这老哥俩一商量 就一块到集上去卖菜去 我们本村这个小集呀 特别小 人流也少 要想卖的好啊 只能去对岸的村子去卖去 虽说是一盒之隔吧 那边相对我们这边啊 就比较富裕点 说干就干啊 这天刚蒙蒙亮 两个人就挑着白菜 去赶集去了 那个时候啊 这夏季经常发大水 这桥啊 能不好就冲断了 一直呢 也没人修补 这大冬天呢 这老哥俩 挽着裤腿 汤着水 就过去了 这天大亮以后 赶集的人呢 就开始陆陆续续的 也都来了 但那白菜呀 确实不怎么好卖 几乎家家都有 这农村呢 老百姓啊 都会种白菜 偶尔有些不够吃的 这才是上集上去买去呢 这老哥俩呀 这白菜一直到了太阳落山 这才卖完 俩人饿的 肚子里鸡了咕噜啊 舍不得该不吃口饭 找了个避风的摊位 这老哥俩呀 一狠心 每个人呢 要了半斤油条 蹲在地上吃完了 就准备往家走 这冬天的太阳啊 这烙得快 到河边的时候啊 天儿可就黑透了 这整个河滩上啊 就听见那河水 哗哗的流 还有这呼啸的尾风 我爷爷走在前面 那张行啊 可后边跟着 我爷爷担心家里啊 走得就急 不知不觉的 就把这张行啊 拉到后面了 这时候他就听着身后 有人跟着他走 这汤水的声音呢 比平时大了很多 这我也一想 这张行吃饱了 这是啊 劲儿可真大 走得比他还急呢 过了一会儿 就隐约听着 这张行喊 这么感觉 不是个自己背后呢 华哥 等等我 水太凉了 我的腿呀 有点疼 这张行的声音 从身后 很远的地方飘过来 我爷爷吃了一惊啊 这一直听着 身后有人跟着自己 这以为是张行呢 看来啊 这不是他 猛的一转头 用这手电呢 就照过去 这一照可不要紧呢 差点把爷爷 吓昏过去 两只明亮的眼睛 在黑夜里 刷刷放光啊 不用想都知道啊 跟在身后的是狼 在那个年代啊 那狼到处可见 也发生过 这狼进村吃人的事情 大伙都知道 这兔上啊 他可厉害 这爷爷啊 站着不动 这狼啊 也停住脚步了 就直勾的 瞅着爷爷 仿佛盯着自己的猎物一般 这时候爷爷就想起了张行的本事 就对着喊 张行啊 快救救我呀 这儿有狼 这张行一听爷爷的话 急忙就喊他往自己那边跑 说他有办法对付这狼 爷一听啊 撒丫子就往回跑 这河水呢 也不深 就冤嘛 就到小腿肚子呢 激起着橙橙的水花 拍在身上 那冷得都刺骨头啊 也顾不了这些了 这爷爷脑海里 只有一个字啊 跑啊 除了跑能活命 别的都是扯淡呢 这狼一瞧 哎 这人怎么往回跑呢 就跟后边追 那狼的速度 比人可快多了 这张行呢 也从后面跑着 就过来接应爷爷 就在那只狼 准备扑向爷爷的时候 突然静止不动了 这爷爷 清初的 就听耳边念扭词 是张行及时念了咒语 救了他一命啊 这时候爷爷才知道啊 原来这村里的传言啊 那可是真的呀 趁着狼被钉住了 这张行拉着爷爷就跑啊 一口气跑了好几里地 再回头一瞧 那狼已经不见了 爷爷说呀 这些野生的动物很聪明 知道有人能拿住他们的 所以不敢再追上来了 这早就自己逃命去了 这老哥俩呢 跑到河岸上 这身上出了一身汗 坐在地上呼吱呼吱喘气 休息一会儿 想到刚才呀 要不是张行及时相救 爷爷早就没命了 这会儿能够脱险呢 那多亏了人家了 爷爷起身 就要给张行下跪 结果呢 被他一把拉住了 我说华哥呀 我可不求你谢我 我就希望啊 哪天我不在了 你呀 能帮忙照顾照顾家里人 我就感激你了 张行说这话的时候啊 有些发愁的感觉 我爷爷就有点奇怪了 论岁数 这张行可年纪小啊 这咋也不能走 我爷爷牵头去了 但当时啊 也没问那么多 这一口就答应下来了 你放心吧 保证 你家的 我给你照顾好了 我有一口吃的 就不会让他们挨饿的 这张行听了以后 十分的感动啊 一副如是正负的感觉 这件事情过了没多久呢 这隔壁村啊 就出事了 跟我们村一样的情况 有东西啊 就把狗引过去 然后咬死 大家就怀疑啊 可能还那抱着干的 这时候张行啊 就突然主动请应 说要去降服那东西去 其实当天哪 就算他不说 所有人的眼睛 也都盯着他呢 村里有几个胆大的小伙子 都要跟着去 说要亲眼见识见识 这张行家的宝贝 那天我爷爷就没去 因为我爸 得了严重的脑膜炎 爷爷带他到镇上 去看病去了 张行来找我爷爷 来了两次 最后啊 他让奶奶转告我爷爷 别忘记 答应过他的事情 我奶奶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就是一个劲的点头 结果啊 当天夜里 张行就死了 他是被那只豹子咬死的 大家伙发现的时候啊 都已经血肉模糊了 自打呢 以后 再也没有人说 他们家有天书了 这件事情啊 很快就被大家伙 当成一个笑话 在张行的灵前 当着几个儿子的面 张奶奶就把那本天书啊 给烧了 可是他说啊 这就是一本普通的书 却害死了自己的丈夫 那我爷爷呢 是在张行下葬后 第二天才回来的 那时候我爸 度过了危险期了 他知道张行死了以后 难过了很久啊 自打那以后 这爷爷家就和张奶奶家 亲的 就跟一家人似的 两家不仅呢 这来往比较频繁 逢年过节的时候啊 也都聚在一起 这种日子呢 一直持续到 张奶奶过世 后来张行的几个孩子啊 各自都娶了媳妇 过了自己的日子 这两家啊 慢慢的 就疏于来往了 到了我们这一辈呢 虽然是哥哥姐妹的教导 却不再像从前那么亲密了 我奶奶说啊 这张行是故意死的 为的就是啊 让大家就相信 他们家呀 就根本没什么天书 因为这东西会害人 他的几个儿子呢 暗地里 争得厉害 互不相让 还有当地的大户 要跟张行的儿子合作 猎取山中的动物 张行这一个 没多少文化的老头 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但他可不想 让那本书留下来害人呢 所以在他跟张奶奶 就演了这场戏 给大伙看 也给自己的儿子看 张奶奶当初烧掉的那本书呢 也是为了避免引起 更大的纷争 如果当初啊 他没烧那本书 现在的书啊 应该落在哪呢 又被什么人所用呢 是造福还是造孽呢 这就谁都不知道了 这个小段啊 就讲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